梯子的上方和下方 假设有一个巨大的梯子 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被要求按照在不同领域的成功程度站在梯子上 你可能把自己定位在梯子中间的某个地方 不少人在你上面 但你下面也有很多人 看到你上面的人 让你感到激度 所以你不断尝试变得比他们更好 以便进一步往上爬 但当你在你生命中的某个时刻 你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个毫无意义且永无止境的游戏 你想往下跳 但当你下看时 看到下面有这么多人 突然间你觉得很高兴 你会感到充满希望 因为你觉得你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差 这就是对抗开始的地方 当你抬头看时 你会感到痛苦 但当你往下看时 你会感到快乐 但即使你意识到往上爬是徒劳的 你仍无法跳下梯子 因为如果你跳下去 就只会剩下你一个人 你上面或下面都没有人 做 公有和存在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做 拥有和存在 这三个轴来运作 为了拥有而做 而无法享受你的存在 是我们所有痛苦的唯一原因 做永远赶不上拥有 每当你努力工作 并实现一个愿望时 突然间 那个欲望就会失去对你的影响 开悟的上师 罗摩耶马哈西美丽的说 头脑就是这样 当他还没有到达目标时 一个小芥菜子 会被当成一座巨大的山 一旦达到目标 即使一座山 也像芥菜子一样微不足道 一旦欲望被满足 另外一个就会来拉扯你 你甚至没有时间去享受 你实现的事物并感到满足 你可能会想 让我再多做一件事 之后就可以放松 并享受我拥有的东西 要非常清楚 你的头脑永远不会让它发生 真正生活并享受它的唯一方法 就是享受做的当下 然后自动地做拥有和存在 将合而为一 你是唯一的 大自然对于我们每个人 都有独特的孕育方式 以中国的主子为例 当它发芽时 前四年并没有看出什么增长 但在第五年 可以在六个星期内长出九十英尺 这不是它在前四年没有生长 它其实在强化它的树根 使它能在未来快速安全地生长成一棵巨大的树 像竹子的成长一样 除了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尺度来可以来衡量自己 如果你花费所有的精力 在了解内在 并与自己竞争 你将会有跳跃式的进步 首先 要了解上天是一位艺术家 而不是工程师 如果他是一名工程师 那么他会做出一个完美的男人 和一个完美的女人 然后从这个模子里 做出数百万份的副本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上天使我们每个人 都以独特的方式存在 无论你是玫瑰 百合 还是野花 重要的是 野花会展现其作为野花的霉 就像玫瑰 会展现玫瑰独特的霉一样 你的芬芳 就是你能散发自己的潜在潜力 并毫不费力地感染你周围的人 无论是美貌还是智慧 你都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当你不尊重你的独特性 才会开始与别人比较 即使你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或模特儿 是非常美丽的 你能够从他们的身体享受喝水的滋味吗 不能 你只能从你自己的身体享受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接受并欢迎他 同才压力 嫉妒的棍子 古老的经书中有一段美妙的经文 讲述幻象的力量 及宇宙运行的能量 他使用嫉妒作为一种工具 驱使你做任何的事情 在印度常会有人在街上与猴子做马戏表演 他们有一根小棍子 一旦他们拿起棍子 猴子就会做任何他们说的话 如果他们只是向猴子比手势 猴子是不会理睬的 虽然猴子知道这些人可以随时拿起棍子 但除非他们真的这么做 要不然猴子是不会听话的 如果他们拿起棍子并告诉猴子 走直 他们就会走直 要猴子跳三次 他就会跳三次 这些人使用棍子就像是马戏团的训寿师一样 以同样的方式 幻象的力量 使用同才压力和极度作为一根棍子 要你做他想要你做的任何事 要明白 同才压力只是一个巨大的自我游戏 实际上 你根本不需要他 世界上有足够的食物 房子 医疗和衣服 来满足我们所有的基本需求 没有需要去跟别人竞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